去年9月22日,在南极冰里邦天文台,一个拥有11吨冰,是36个原子的巨大探测器里,发生了一次迄今为止探测到的最小型的碰撞。 一颗高能中微子,集中了冰冻水分子中的一个原子壳,产生了一个被称为母子的粒子,穿过了探测器,向科学家们得以去认这颗中微子来自科发。 在2015年美国绿构以利波天文台,探测了两颗黑洞合并的以利波之前,我们只有一种观测世界的方式,那就是电磁波,不管是用我们的眼睛,还是形形色色的天文望远镜,我们都只能在电磁波段内看宇宙,正让暗物质,暗能量,以利波等天文现象,难以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 更多的时候只能靠猜测和数学模型,以利波发现后,人类终于有了探测宇宙的第二种方式。 目前已产生不少科学论文,对黑洞和中子星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 南极兵力方天文台,这次探测到中温子,将科学家们拥有了探测宇宙的第三种方式。 这种全新的观测方式,相当于一种天体物理学的超感官,科学家们甚至无法找到适当的比喻来形容它。 德雷克塞尔大学的助理教授尼尔逊,勉强把它形容成一个中温子手电筒。 他说,这就相当于你照一束光在桌子上,用普通手电筒,你无法看到桌子后面的光。 用中温子手电筒,就可以穿过桌子,看到桌子内部和后面的光。 兵力方天文台,是全球最大的天文台,由86根装配了传感器的电缆组成。 这些电缆深入到冰下2500米处,可以通过监听传感器无线电波的变化,来判断中温子撞击事件的发生。 这次检测到的中温子被确定后,科学家们通过纳萨的贝尼塔玛射线太空望远镜和加纳利群岛上的大气发马切伦科夫成像望远镜, 发现它来自在来自40亿光年外,一颗超大质量黑洞射入宇宙的高能宇宙射线。 这种根本射线源被称为要变体,这颗特殊的恒星被命名为T-axis 0506加056。 中温子探测可能是揭开宇宙黑暗命最重要的工具。 随着高能中温子的发现,宇宙观察和探测或许将进入另一个全新的领域。 关于这次微星撞击事件,已经产生了两篇论文,都将发表在今天的科学杂志上。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